用菇菌煮一些有益的湯 这个叫慕容菇 没浸泡之前是这样的 浸泡15分钟左右 用普通的水泡 因为每个人都说 豬肉很贵 100多元的豬肉煮了两次湯 这个是巴西的梅头 用来煮、炒、滚汤 煮不到冰床肉 对,出了水 有点粉红色 但很漂亮 暴容菇 巴西的梅头肉 毛花果 瓷砂 淮砂 大家披披的时候 用大手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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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有益是黏液 宿米这一集 尽量用不同菇菌 大家抗菌 人家武俠小说中有耳毒公毒 妈妈就用一招耳菌抗菌 人家有慕容公子 我就有慕容菌 厉害 慕容吹雪 对 说了这么久可不可以放进去 当然可以 先放了这个慕容菇 我放几片姜 这个巴西梅头真的挺好 有一个软的肉 看着这些 慈实 慈实是什么 我经常听人说 慈实 这些是什么 慈实 就算这些淮山 这些人都种出来的东西 是有益的 你问我是哪一种种类 那么多问题 是你问的 你们知道慈实是什么 有些会懂的 慈实就是慈实 我们整天都用的 是的 淮山是整个组织 是没错 对 转发 chchannel 好